欢迎来到叔叔说剧,快乐追剧电视剧。 《神隐》这部剧播出之后,可以说古劲的表现真的令不少人很失望。 要知道,缘起乃是上古之子,剧版改成了遗和, 按理说应该是聪慧无比,结果却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, 被华叔耍得团团转,特别是给华叔借遮天伞这一段更是令人恨不得给他两个耳光。 阿英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都成了废话, 虽然说因为火黄玉,说华叔害死了凤银有一些牵强, 毕竟不是他故意而为之,但是怎么说华叔都有一定的责任? 而且华叔本身就是一个心机女,古靖就算不清楚, 但是他为她隐瞒了火黄玉的事情,他十年没搭理她, 然后敷衍她说盲鱼族那事情,她居然就信了, 还给了她自己师父留下的质宝遮天伞, 被她炼化之后她居然也大方地送人,令人无法接受。 相比起这些,更为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后面孔雀一族和魔尊勾结极深。 虽然古靖或者说缘起并不清楚,但是他清楚红毅是被魔族控制,灭了大则山的, 阿英放走红毅是因为寻找凤尹仙缘路上的友情。 结果华叔倒打一耙,说阿英勾结魔族,古靖清楚却不想办法为阿英洗刷冤屈, 而华叔却趁着古靖不在,对阿英施加了雷伐,差点杀了阿英, 后面古靖回来之后又给阿英雷伐,导致了阿英魂飞魄散。 至此之后,缘起,古靖一直在寻找阿英的魂魄,入了鬼界很多次,相信很多人都会很疑惑。 剧版一开始为何就是阿英在鬼界望穿河吧? 就是因为那一段是阿英转世了好几次之后, 也就是被古靖用元神剑加上神雷杀死之后的几百年之后, 而开局出现的修严鬼君其实身份也非常的特殊, 他其实不仅仅是修严鬼君,还是鬼界之主敖哥, 其实修严个敖哥真实身份乃是神界的神, 一个掌声一个控死,可惜神魔之战修严受伤, 于是敖哥请求上古帮他聚拢魂魄, 最后两人共用异服身躯,孕养魂魄, 而修严其实算是阿英的朋友了, 阿英转世了好几世,每一世都活不过十八岁, 他这才注意到了阿英, 而他其实应该是明白阿英的真实身份的, 却没有让阿英见古靖、元祁、蒲燕上君, 让他每一世都死, 原著中其实是阿英转世了二世七世之后, 此时他已经和修严成为好友了, 见到了元祁入鬼界找阿英魂魄之后, 他每一次转世才没有那么短命的, 可以说修严害了阿英二世七世, 阿英其实问过修严, 蒲燕先君杀死的女子叫什么名字, 修严说了一声阿英, 他却会错意了, 而直到很久之后, 接近千年时间,元祁再度入鬼界, 听到了阿英和修严的对话, 修严一脚把阿英踹下了望川河, 于是阿英这才回归了凤尹的本体, 也是在这个时候凤尹才算正式涅槃, 之所以修严要如此做, 应该是为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转世, 让阿英的魂魄变得强大起来, 唯有如此,凤尹才能转世, 原著中也的确有提及, 几百年的时间, 阿英的魂魄已经比很多上君还要强了, 可见修严的确是凤尹复活的关键, 最后不让阿英和元祁在鬼界相见, 也是因为阿英说了她若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女子, 只怕是生生世世, 都不愿意见那个杀了她的蒲燕上君, 修严和敖歌可以说是用意极深, 若不是, 她出手相助, 阿英无法涅槃成凤尹, 更无法复活, 可以说她的确是阿英的贵人, 如果没有她, 阿英, 凤染甚至是元祁只怕都将会是悲剧收场, 这个尹字背后有几重意义, 情愫无缘而生, 深情难以自意, 神迹无迹可循, 因爱而隐钝, 我们从定义入手, 据百度汉语词典解释, 神隐的主要语义即指神灵的消逝, 这种概念我们可以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清晰认识到, 此尹字乃点睛之笔, 作为故事的核心主题消失的神女即为主角凤尹, 故而全剧的主要情节便是搜寻失去的先缘, 尹字也引出男女主的缘分, 一开始两人的相识就是隐藏线, 凤尹害怕被发现故意隐藏了起来, 躲在屏风后面才导致男主认错人, 从而爱慕对象错乱, 后来女主的一缕魂魄附在成了水凝兽阿音身上, 男主不知阿音就是凤尹, 两人在寻找碎片分身的征程中相互爱慕, 凤尹在这短暂的十年寿命中引去真实的自我, 她为了朋友自己身陷淋雨, 引去身份, 隐藏爱情, 隐藏了真实的自我, 在阿尹经历了百事轮回并成功重生为凤凰神女凤尹之后, 所有曾经的隐藏都被回忆起,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, 谁能道尽深情厚意, 谁又曾博代无情之人, 而这些无法与梧桐岛的女军扯上任何半点关联, 她主动隐瞒了阿音的过往, 只为找到大泽山被灭门的真实原因, 并不愿与古镜相认, 尽管她极力隐藏这一切, 但情感却始终抵立她前进, 即便如此, 她依然竭尽全力为受冤的朋友们洗清罪名, 躲在幕后保护他们, 同时庇护梧桐岛上的子民, 这个隐是关于男主的, 男主看似一个废柴, 实则血脉压制, 她是上古真神与白爵之子混沌血脉, 只因为身上的封印才修为低微, 这个隐也是隐忍的隐。 后机勃发, 虽然大泽山同门因为阿九入魔的关系被屠杀, 但她依然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所有人的重生, 最后为了全世界的和平稳定, 走上了如同白爵的道路, 选择牺牲自己来封印魔尊, 隐藏的爱意, 在所有隐形的爱恨纠葛中, 古静一直以来深爱的都是凤尹, 只是因为凤尹曾经援手相助, 使她对孔雀公主产生了好感, 她却一直未挑明, 导致女主一直以为她喜欢的就是华叔, 而在重重误会下, 她将女主的灵魂披散, 经过百年千年找遍世间还是找到了轮回的阿音, 她选择隐藏阿音的记忆, 默默陪伴在她的身边, 这整个事件仅仅是上古和悬疑神之间的一场精心策划的博弈, 古静的母亲上古和悬疑上神通过这场赌局, 审视命运可以改变的可能性, 悬疑并不相信天命可以逆转, 而古静和凤隐的出现则证实了这一观点, 正是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古静最终得以死里逃生的结局, 赵露丝饰演阿音, 也是千年之前的凤隐, 凤隐的先缘既存在水凝兽体内, 幻化成人形之后, 被男主取名为阿音, 可能是赵露丝太想贴合角色, 一心装可爱, 忘了表达情绪, 当阿音意识到自己化成人性, 第一反应是找男主报仇, 他挑起一边眉毛看向对方, 没有一点仇恨, 反而像自己做了什么心虚的事被发现了, 随后, 他闷头冲向男主, 给我看笑了, 被男主抵住头, 赵露丝只会用呲牙表现自己的愤怒, 不是, 你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爱吗? 真可爱和装可爱的差别还是很大的, 涂了演技外, 赵露丝更让人受不了的, 就是他的夹子音了, 别说他是为了角色需要, 角色活了一千年, 历了二十多次劫之后, 赵露丝还是用这个调调说话, 而且用夹子音把话说清楚了也行, 不看字幕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 其实, 早在《心汉灿烂, 偷偷藏不住》中, 赵露丝就频繁被吐槽演技和台词的问题, 可现在依旧一点进步没有, 演技差, 声音佳, 台词差, 观众听不清楚更听不下去, 每部戏都一个样, 赵露丝要不别来演戏了, 其实在观众眼中, 只有好的演技才是演员最大的底气, 神隐告诉我们,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 演员同台标戏时, 即使是戏份多的女主, 演技不行也得靠边站, 好在剧中还有薛佳宁, 影儿等实力派演员, 能将被女主拖垮的演技水准拉回来, 而且优质的剧情和精良的后期制作, 也能掩盖女主演技上的不足, 年轻演员与其营销美貌, 不如静下心来好好钻研演技, 一直没有进步, 用套路式的演技演完所有类型的剧, 观众早晚受不了, 你觉得赵露丝的演技怎么样呢?